结合到CT来说 我们对它定位了 那你定性就有了 所以首先要知道 纵格的位置跟内容有什么东西 你看纵格是指两肺之间 胸骨之后这样的结构 包括了主动脉 心脏 还有里面的淋巴结 神经 在侧位上面 在胸骨后面 这一部分 一般来说有的舒适指 胸椎以前 其实胸椎旁边这些都是属于纵格结构 这个分区是非常重要的 在纵格肿瘤的诊断里面 有一个说法就是 知道它的定位了 你就能定性了 也知道 你知道它来源于哪里 那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肿瘤了 书本里面是讲九分区 九分区就是一个 上中下中隔 前中后中隔 前中隔 是指主动脉心脏前面这一部分 是前中隔 十管 前臂 心脏到心脏这一部分 是中中隔 十管 前臂以后这一部分都是后中隔 第四胸椎跟胸骨饼 胸骨体 交界这个地方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胸骨脚跟第四胸椎下缘的 画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相当于分开上跟中肺也那条线 就是第二肋骨前沿那条线 第二条线就是肺门下缘这条水平线 就相当于第八胸椎 画一条水平线 所以这个也前面相当于第四肋有点圆 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是小孩的正常的胸线 在中隔里面我们看这右侧是繁状的 帆穿的帆 那个风帆一样的结构 你看这个凸得非常厉害 边缘非常清晰 因为胸线是两个页的 这两片树叶这样贴在前胸臂 所以在正位胸边上 看着这两片只看到右边的话 那就是一个像风帆一样的形态 你看这个在CT上面 它是贴在前面的 这些都是胸线的结构 这些都是主动脉前面 这是胸线结构 中隔的原发肿瘤 一个诊断要点就是它的肿瘤的部位 每一种肿瘤都有它的耗发的部位 还有它肿瘤的密度跟形态 至于这个肿瘤的活动这个概念 可能大家就知道肿瘤怎么活动 它其实就是呼吸运动的时候 这肿瘤能不能变形 会不会随着呼吸运动来进行上下 或者是运动 这就是肿瘤的活动 然后呼吸运动 它可能出现上下或者什么外形的改变 那这个就是囊肿 所以这种肿瘤的活动 大家就要理解 这几个耗发部位 大家这个图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后中隔来源的肿瘤 那就是神经内肿瘤 是最常见的 前中隔来源的肿瘤 从上到下有三个 一个是胸线的 一个是机胎瘤的 还有一个是脚瘤线的 胸内脚瘤线呢 它是跟上面的脚瘤线延伸下来有关 所以它位置最高 还有一个机胎瘤呢 中中隔跟前中隔都可以同时发生 胸线瘤呢 一般来说就发生在前胸壁 后面这个部位 淋巴瘤在中中隔是最多见的 还有知己管囊肿 也是在中中隔最多见 有的知己管囊肿可以长在前中隔去的 不是没有 但是最好发是在中中隔 所以这几个肿瘤 大家都应该 记住它的部位 那诊断就有了 往往这个可能在考试的时候 就一张片子 你找到那部位 那你说它考虑什么肿瘤 那差不了 因为你们学的不多 要求的 大肝要求的 就 恶性肿瘤就肺癌 良性肿瘤就肿瘤 像柠檬好像需要鉴别 就结合瘤 错过瘤也稍微提一下 其他的都不提了 中隔肿瘤就让你们是定部位 关键是定部位 定到部位 那定性也就也就是到那地步了 里面的密度呢 也就是说 有脂肪密度 有钙化密度 这样多种密度形态的 那就是一个机胎瘤 其他部位肿瘤 机胎 机胎瘤的话 这是它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真相 那机胎瘤无论发生在盆腔 胸腔都会出现 含有脂肪 含有骨骼 含有毛髮 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的密度是非常多的 非常复杂 你们看到多种密度形态混在一起的 那确定它是机胎瘤 那是没错了 无论发生在哪个部位 这一胸腺瘤一般发生在前面 就是胸骨后 这个主动脉前面 这一部位 松内脚上线呢 就是从颈部一直延伸下来的 这是它的特点 后重隔来源的肿瘤呢 是一般来说都是神经类肿瘤的多 这一款囊肿的密度非常均匀 像一个囊肿 在呼吸运动的时候可以变形 这是它的特点了 淋巴流呢 是像双侧的重隔都可以延伸的 多发的 可以融合的丸肿块 所以它的部位 大家记住它的描述 它的形态怎么样 还有它密度怎么样 你看这个是发生在 上面一直延伸下来的 从颈部的总大淋巴结 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为什么从上面延伸下来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气管 你看气管受压 转到一边去了 从上面一直延伸下来的 右边这个透亮的黑的 这就是气管了 被挤到一边去了 所以从上面一直延伸下来的 这是肿块 这是肿块来了 这是脚状腺 胸内脚状腺 这脚状腺癌 脚状腺癌的密度非常多 而且它出现钙化率非常高 没有边缘的 这是脚状腺癌的 一个比较特殊的改变 它可以突破脚状腺的包膜 在周围出现直接侵犯 所以你们看从上面最顶上那个就是脚状腺癌 最多件 癌肿跟良性脚状腺 肿瘤呢不太容易分 我们一般来说看到里面有钙化这种呢 你考虑它有癌变可能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却定性的话 那可能是放着喝都不一定能够完成定性 因为在没有突破包膜以前 这个脚状腺癌跟脚状腺线流是没办法区分的 只有它突破了这个包膜 脚状腺的包膜 往外面生长的时候 我们考虑它脚状腺癌 那是比较确切的 就像这个往外面突破了包膜 形成了周围都有转移侵犯这种情况 那脚状腺癌那是没问题了 这是出现在前种格的肿瘤 我们看这前种格在主动脉根部这里 见到这个转移肿块 重叠在前面 在正位上面是突到这右侧肺门外面的 在CD上面我们看这几种表现 比较小的内缘型的松线流 这另外一种呢 松线流是发生在稍微偏一点 但是里面的钙化是可以出现的 这是另外一种的形态的松线流 你们看这个松线流是像一个真厚的 一块什么蛋糕也好 什么糕也好 你看密度比较均匀 在轻韵形的松线流呢 是有恶性真相 所以往外面侵犯 里面密度是不均匀的 它发生部位都在前种格 你看这个 从前种格一直侵犯到中种格去了 这个就 这是侵袭型的或者是侵犯型的 这个松线流 我们现在来说 病理上已经分出松线癌来了 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分类松线癌 松线流呢 是原来一直叫的 清洗型的或者轻韵型的松线流 是属于恶性松线流的一个部分 所以生长的一定程度 它中间出现坏事 这是也可以大的比较多 是长到中种格去 你看这个清洗型的松线流 从前种格一直长到中种格去了 还长到下面来了 上中下中格 你看它已经从上中下一直蔓延下来了 这持共振 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持共振的生主动脉 它长到松鼠中脉旁边 这是松鼠中脉 它前面一直长到这个右边来了 这是上强经脉 把上强经脉推到后面来了 这个像类似三角形或者是 回形的那个 心悦型的这个就是织续管 这个是生主动脉 这是降主动脉 这个是机胎流 发生在前种格跟中种格比较多 你看这个 密度上它跟其他种流是有区别的 你看这个钙化非常多 非常不均匀 这个机胎流合并感染的时候可以出现胸腔积液 你看这胸腔积液也是看到的 这右侧有胸腔积液 还有压迫周围肺组织出现了阻塞性的炎症 所以周围有渗出这种粘层的改变 这是一个左上纵格的机胎流 变得非常光滑 密度比较均匀 所以机胎流也可以密度均匀的 你要这个跟机管当中那是非常难间别了 这个 这机胎流 但是在机胎上面你见到有脂肪 这么成熟的脂肪的 那还是考虑机胎流 它有脂肪 有软质密度 有水样密度 还可以边缘出现强化 这是机胎流的典型症状 这个出现里面有钙化 还有有一些像牙齿啊 骨头这样的改变 这里面这些软质密度可以是毛发 也可以是脂肪 这里面混杂在一起的 机管囊肿呢 是跟刚才你们看那个 没有 钙化那个机胎流 十分类似 你看这个密度 均匀的 变得清楚的 在呼吸运动 做瓦萨瓦 实验的时候 就是吸气 憋着吸气的时候 它这个 脂肪管囊肿会变小一点 或者是变形 这个就是 脂肪管囊肿 它的张力不太高 会出现变形这个情况 这个是发生在 中中阁这个脂肪管囊肿 边缘光滑 你看在吸气上面 密度非常均匀的一个囊肿 里面的密度 是水氧密度 所谓水氧密度 它的 就是 CT值 相当于 0到10 这单位 它跟肌肉比呢 是低一点的 非常均匀 这就叫水氧密度 你看在 脂肪管分叉的地方 我们就看到这个 脂肪管囊肿呢 它的 沿着这个 边缘 它受压会变形的 你看这个 长到这里来了 这两个 是不同部位的 济管囊肿 恶性淋巴流 相当来说 这个 在我们现在来说 小孩子啊 成人人都会见得到 有的人说 装修以后 出现这个淋巴流的几率 白血病几率非常高 所以大家非常小心 就是现在是 那个甲传的污染啊 造成了这个淋巴流啊 白血病出现几率 升高了 我们在皮面上面 可以见到这个 双侧的背门 旁可以看到 软质总块 在C上面 见到是多个淋巴结 一部分可以融合在一起 它增强以后 它的密度 一般来说 是比较均匀的 里面坏是比较少 所以找到这个是 你们看这个 A这个就是 主动卖工了 S这个是 上前进卖了 旁边这些 多出来的软质 就是 重个淋巴结 总大 这些就是淋巴流了 你看这肺门旁的淋巴结 这齐心脉窝里面的淋巴结 这是 左侧肺门 血管旁的淋巴结 我们做了增强以后 我们做了增强以后 就发现淋巴结的密度 是跟血管比 它是低过血管的 你要是不做增强的话 它跟血管是 很难区分的 基本上是分不出来 就看到一个肺门肿大 你看增强以后 这个 融合的淋巴结 像一大片了 有少量的坏死 这个坏死的密度 比较低一点点 它融合在一起 这个淋巴流 这淋巴流还可以 张力比较高 你说呼吸运动的时候 它不会说变形的 而且会压迫血管 你看这压迫左侧肺动脉 就变形了 气管也是受压的 这是外在压迫 气管的臂上面的软骨 你看软骨盘还是比较完整的 是外在压迫出现变形 这是一个来源于后重隔的 我们看是侧位上面 你看跟胸椎重叠了 这来源于后重隔的部分 正位是看着像是肺间的 这样的部位 还有一个真相 明确它是后重隔的 就是肋间隙 你看左右对照一下 左侧这个肋间隙 跟右侧比是真宽的 你看这个肋骨 跟这个肋骨的间隙 左边是明显真宽的 所以这个来源于 这个神经根的 神经纤维瘤 把周围的这个肋间隙给撑开了 所以就出现这个肋间隙真宽的真相 因为它就来源于这个神经根出来 它可以有的时候连续两个神经根同时出来 就长得一起了 像跟追管内卫形成一个像雅铃状的这样情况 你看后重隔神经瘤可以长得很大 你在正位上面分你是没办法分的 只在侧位上面 你见到这个比较巨大的总块 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分叶 你们看这个这是浅分叶了 但是来源于重隔的话 它由于跟这个肺之间是有一个胸膜相隔 所以边缘都是光滑的 你看这个边缘非常光滑 有分叶但是它是光滑的 这观察是大家注意到得大家演示的 就是一个椎间孔扩大的这真相 椎间孔你看下面的椎间孔就这么小 突然到这里真大 这是病变来源的地方 还有一种神经类肿瘤是来源肋肩的 你看这肋肩的神经瘤就压迫肋骨出现了椎圆形的 牙脊神经线纹瘤不仅仅是在重隔里面 肋肩也可以出现 所以这肋肩神经瘤这是椎体 它椎体没有受到压迫 但是在肋骨出现压迫 这是肋肩来源的良性的神经元性肿瘤 你看椎管里面已经有病变了 椎管外面有病变 这个描述叫哑铃状的 就是里外都有 但这个两个哑铃是不对称的 这是后重隔的病变 前面这个是主动脉 降主动脉 这个后面也是类圆形 这个才是神经类的种类 多一个出来了 在这个持空阵上 我们观察这个 你看后重隔这个部位 一直涨到里面去 通过椎间孔涨到里面去了 这来源就是这个肿瘤了 后重隔的神经窍瘤 神经窍瘤呢 它是包括神经根的那外面的血旺细胞 那部分来源 所以神经类肿瘤 包括神经纤维瘤跟神经窍瘤 这持空阵我们看这个神经类肿瘤 就非常清楚 看看有没有内外的 几神经的瘦肋 这个部位就非常清晰 所以MR对于这个重隔肿瘤 应该说是 它的效果会比吸气稍微好一点 大家看看这个鉴别 重隔肿瘤跟靠近肺部的病变 怎么鉴别 这也是应该说是 我们作为讲课里面 或者是考核里面 都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内容 因为你区分是肺内肿瘤 还是重隔肿瘤 能够分出来了 定性也就差不多了 重隔肿瘤一般来说便是光滑的 还有它随着呼吸运动 它上下是没有活动的 但是像治愈瘤囊肿瘤 它是大小形态可以变 但是上下不会移动 但是肺内病 肿瘤它随着呼吸运动 是上下移动的 总块跟重隔肿瘤之间 它有个夹角 要是重隔肿瘤它是没有透亮带的 还有一个是最大镜 这个是最好分的了 这总块最大的那个直径在哪个范围之内 那就是看起来 这应该是在哪个范围了 在重隔里面 那就是重隔肿瘤 最大镜在肺炎里面 那可能就是肺的肿瘤了 跟重隔之间的夹角 就是形成一个角度 到底是顿角还是锐角 这个是有的时候 肿瘤长得比较大的时候 就不太好说这个夹角了 比较小的时候 你这夹角是锐角 那就是肺内肿瘤 跟重隔 顿角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重隔里面 一般来说肺癌或者肺部肿瘤 很少会压迫到食管的 这个怎么来说呢 我们一般来说看到这些肿瘤以后 吞背 你看看这个食道在局部 有没有受到压剂 压剂不明显的 那可能就是来源肺炎里面的 重隔的肿瘤可以引起食道的疑味 当然前重隔的 你引起这个后重隔的食管疑味 那是非常少见 后重隔的 那神经类的 还中重隔肿瘤 引起食管疑味 那是比较常见一点 所以大概两个对照起来 就是应该这样的解释 胸部外伤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胸部外伤 你们看这个 在受到车祸以后 肺里面出现了这个血肿 血肿的看起来 边缘非常光滑 这是包裹在一起的 还有肺组织里面出现 这个右边箭头指的这个上缘线是连不起来的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骨折了 在吸体上面我们可能看到骨折更加多一点 你看这后缘这个 这里是断掉 这边也是断掉的 这两边都是断掉的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当时下面医院送上来是怀疑她是乳腺癌 发现她的病死是乳腺肿块 然后来了我们课里面检查 一检查照一个胸片 怎么这个密度好像真高 好像是是这里有东西哦 一照吸体更加奇怪了 这不是乳腺旁边这有一条高密度的影 在做手术以前他们说问了病死 他说被人创了一下 做完手术就发现这个 撞进去这个是塑料棒来的 这个位置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右边这个位置 所以他们临床医生怀疑他是自缠 插进去了 一直插到里面肺里面来 所以有些病死是很不可信的 大家看看这个病死 下面的医院是说乳腺癌送上来的 最后是结果是病人是一个插了一条这样的塑料棒进去 因为这个涉及到私人隐私 所以临床医生也不好问的太多 因为就做完手术就安慰一下就算了 所以大家知道 在临床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的处理方面 我们临床见到这种病人 那也只能是问病死 问不经病死的话 那只能是有的时候猜测 到底是什么情况